哈囉 大家好 我是陳志 歡迎觀看我的視頻 今天我在家裡做一個上海式的排骨菜飯 跟著我起來看看吧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上海菜饭用的是小堂菜 小堂菜也叫青江菜 是上海菜饭的主要材料 菜饭有很多种做法 我今天做的比较简单 先将小堂菜洗干净切碎备用 煮一锅饭 饭熟了将小堂菜拌到饭里面 加一大匙猪油 再回到电锅里蒸五分钟就好了 名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把筋膜拍松 加入酱油 酒 糖 五香粉 放在塑胶袋里 腌一天让它入味 第二天拿出来裹上面粉 大火忘油炸熟 就可以吃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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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